我是XS of Air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这个Potocall Item Package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Item Template的这个Module So什么是Item Package这个Module呢 其实你想象一下 有时候我们会把三四样东西参在一起 然后才卖那种好像Hamper Hamper 电脑 或者是做Comversion的时候 买牙膏 送杯 或者是一些Combo的Mil等等 So是帮他们一起去卖的 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Item Package 因为我们开单 我们出Invoice的时候比较快 所以我们不用讲一个个Item去找 如果你的Combo很多东西的话 你就很麻烦 而且会打错 如果我们set变变就比较容易了 例如你看这个Computer 买电脑的话 通常需要到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那个Keyboard的set 然后再加一个CPU 再加一个Monitor 所以三样参起来就变成一个配套 所以一个配套一个配套在一起卖 通常那个电脑店它是一个配套一个配套卖 它没有拆散去卖 所以在这种情况它可以配搭不同的Keyboard 不同的Mouse 不同的CPU 或者是Monitor 然后才出Invoice 这种如果有AutoCount的Item Package 你就很容易 你直接在那边调整你的配套 你可以先set一个配套 叫掉的Computer Set 1999的配套或者三条9的配套 然后你把它换 它客户要便宜一点 你就换掉那个CPU 或者是Monitor 变成799 899都可以 用这种概念 好像Hamber的话 也是你可以参与几个不同的那个产品 变成一个Hamber 变成一个Hamber 所以你开单的时候 只是一个Hamber 一个Hamber 这种概念它有类似于 好像Store Assembly 类似于Store Assembly的那个概念 这两个配套 这两个Module是很靠近的 So Item Package 你可以不一定要Bundle了先 你才卖 但是Store Assembly 一般是装好了才卖的 比方说 Store Assembly 是Laptop Laptop里面很多零件 有电板有monitor 有它的keyboard 它是一整套的那个Laptop 不可能你要卖的时候 你才去装的 这种就是Store Assembly Store Assembly 通常是工厂用 这样Item Package 就是好像刚才我讲的 三四个parts 参在一起才卖 那种就用Item Package 比较容易 到时候客户要什么配套 我们才去猜 猜什么配套给它 所以我就用Item Package 这样 如果你还要知道更深入 Item Package 还有Store Assembly 的分别在哪里 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去找相关的那个article 我们有一些相关的article 是讲解这个 Item Package 跟Store Assembly 的分别的 So 事不宜迟了 让我去讲解一下 AutoCount Item Package 到底它是怎么样操作的 首先我先讲解 怎么样去开一个 新的Item Package 然后怎么样去 我去做这个 Setting先 So For Item Package 你一定要先买了 那个Module 它是一个Module 你必须要去 Tool 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 这边它有这个Module 叫做 Item Package 你要够 有了这个Module过后 你会发觉这边 会多一个方向 叫Item Package Maintenance 然后 这个Item Package Maintenance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然后你可以打 Package 或者是Combo 如果是Combo 你就Combo 如果是Hamble 你就打Hamble Combo 那些这个是Combo So Description要打 要不然它开单的时候 都会跑出来 所以Description 你还是要打 OK Quantity Limit 这些我等一下才讲解 然后 这个Item Code 就是它的Subcode Subcode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Search 然后来找 这个Search 比较方便 要不然你就要一个个 这样子自己讲 OK 在这边 你会看到 它的Quantity是多少 如果是电脑的话 通常是111 然后它的单价是什么 它的CPU可能是500 OK 然后它的Monitor是250 然后Keyboard和Mouse 可能是50 所以整套是800 这个Purchase的话 是给你 有一些情况是整套买进来 整套卖出去 也有这样的可能 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是 它买进来 是跟不同的supplier Eboard Mouse Monitor 跟不同的supplier买进来 但是它 卖出去的时候 是一个配套一个配套 这样子买 一个套 也有一种情况是 整个Hamble买进来 整个Hamble买出去 这样可能 你有那些Costing 如果你有Costing 的话你也可以打进来 因为方便我们 等一下做Purchase 的时候 它会用到 OK 等一下我可以 给大家看 这个Purchase Price的用处 我们先讲解 这个Composet 它的Sales Quality 跟Unit Price 这个部分 OK 你看哦 当我们set好了过后 你就可以开Sales Invoice了 因为它主要是方便 那个Sales Invoice 我们开单的时候 我们开单的时候 你看如果我们是 直接Add的话 它是一个 一个Item 一个Item的 但是如果我们Replay的时候 你会留意到 这个Item Package 或者是上面这边 有一个Item Package 两边都是可以的 你会留意到 我们设计的时候 它就可以跑出来了 这个Combo A 所以你就选择这个Combo A 然后 这个Combo A 800块 所以这个800块 你不能在这边改 你要改的话 它必须要在这个里面 这边改 里面这边改 所以改了过后 它才会想加进去上面 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要算每一个Subitem 它的Costing的时候 这样这种情况就能做到 如果我们直接加在这里 这边是0 我卖的时候是0 我买进来的时候 它是300块500块 现在它的Cost就很高 就变成negative 那个Costing了 然后就亏着来卖 所以就看不到 它每个Individual的Costing 所以用这种说法 它会比较准确 我们算Costing的时候 OK 所以如果它是10套 你就打10套 5套你就打5套 到时候它会直接成5套的 然后这边它会扣5个5个5个 整个系统它的那个逻辑 基本上就是这样简单 你可以Save Preview 然后你看它的Format OK 看它的Format 它可以称那个SubSubSub 在下面5个5个5个 So Format 是你自己决定的 如果你不要称 你要称参加在旁边也可以 你可以找你的Leader把你改 或者是你不要称这些Sub的 给客户看 你只要称那个Mint的给客户看 也是可以改 这些你都可以要求你的Leader 把你去改你的需要的那个Format OK 讲回刚才Item Package 这边 我有讲到有好几个功能 你看到这里有Quantity Limit 有那个Barcode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一个Balancer 好几个功能的 So Before我进去这些功能 我先就Purchase OK 刚才Purchase我也有讲到 其实在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跟不同的Supplyer 闪闪这样子每个Item买进来 Keyboard跟Supplyer A Monitor跟Supplyer B 然后那个CPU跟Supply 你也可以分开这样子买进来 闪闪这样子分开买进来 也可以是一个Package 一个Package这样子买进来的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你一个Package买进来 它会加进去这个Balance 这里的 如果你是3333买进来 它就没有加进去这个Balance 里面 So 如果你是一个Combo 一个Combo买进来 这边你就会看到 Let's say我买了25个Combo 回来 So它的25set 它一set是525 So就是100块 So同样的它的Format 你可以show出来 你看这两种情况 它的Format是Vienna 它的Supplytems是show在下面的 如果是3333买进来 它的Format是这样 So 刚刚我做了一个setting过后 你看 这边 它就会买进来25set 卖出去5set 它就有一个Balance 20set 这个Balance的用途是方便 可能你是一set 买进来一set卖出去 那你要看它的那个 Quantity Quantity balance 那个Quantity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看 OK 在这里看 before你开单给客户 这个是一种 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 OK User会比较喜欢用整个Balance 有一些情况 他会用Balance 如果你是别的系统 带下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那个 Warning的Quantity 打进来 然后你打进去过后 这样你就可以算 OK 整个东西 OK So Purchase Price 这个我刚刚忘记秀 你看是350 150 25 这个我忘记秀 你看这个Purchase Symbols 当我们用Package的时候 你看它 便便 已经帮你填好这个Costing 所以还记得 记得Cost 不能在这边改的 你要改 全部是在下面这里 改了它会带上来 这个Unit Price 这里 然后 再回来这个 Item Package的setting里面 它有太多setting 你看回我的笔记 我的笔记这里 你看 它有Buckhood的setting Balance的setting 我讲了 Change Item的setting 所以我们一个个 Go through 先Go through 那个 Report Let's say你Print Listing的时候 你看你也可以Print 两种不同的listing 两种不同的listing So 它会show到这个Combo 买多少 买多少钱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 detailed一点的listing 看它里面的subitem是什么 都有这些report 它是在这个Print Listing这里 Item Package Maintenance 然后 刚才有讲到 有几个function 包括那个invoice的时候 我们卖出去的时候 OK 你看哦 在这边 Let's say我 Item C 我不要我要Item D 你也是可以在这里 加一个Item D OK 然后当场 放去别的产品 给那个客户 但是不要忘记 你要填写那个cost 如果你没有 那个selling price 如果你没有填写到 那个uniprice 它不可能会加到上面去 你改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 update信息上面 好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当场 改里面的subitem 然后在这个screen里面 当场改那个subitem so quantity 这个quantity 其实有两个地方 这个 这里是一个地方可以改 另外一个地方是 在Item Package这边 上面也是可以带的 当你add信息的时候 so 它就当场改代了 你才OK 它带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10 它有两个地方 可以给你处理这个东西 so OK before我继续 我们先看一下一些 stock card的一些report 看一下stock card的report 所以你看到stock card这里是 只有Item ABC 它会根据那个 配套 我买进来的时候的配套 它会夹进来 然后我买出去的时候 它会跟着那个invoice的配套 pull出去 它有这种setting 然后它有这种算 在那个stock card那边 它自动会 好这些quantity code 扣在那个subitem里面 OK 我再做多一个sample 我再做多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 我这次就拿那个 刚才的Item D 的concept OK 换掉去Item D了的 所以Change to Item D OK for这个combo 所以我们换掉它 然后switch来 所以你看那个stock cut report stock report 这里它会扣掉一个 forItem D 所以它的整个逻辑是这样 你看它的单号码 所以这些单号码 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click回进去 double click它就会进去 原装的transaction里面 OK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笔记 它有什么东西 这个barcode OK 怎么样用 有用过autocard都知道 autocard可以开这个barcode功能 它在这个tooth option这边 有一个barcode功能 这个barcode功能是开单的时候 方便我们开单用途 所以很快就可以search到那个产品 或者是我们有barcode scanner 我们就直接scan那个产品 就可以进来这里 所以 配合这个item package 它就很好用了 所以你看这个item package 这个package let's say这个package 叫abc123 so我们的barcode win出来就是abc123 这样当我们去到invoice的时候 我们就scan进去 一scan进去abc123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产品 scan进来 所以是很方便 你就不用去 刚才的那个item package 这边要search 要去click 这样麻烦 哦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麻烦 所以 下一个功能是quantity limit ok quantity limit 我讲完了quantity limit 我才讲那个explicit ok 如果有留意到的话 这边 那个item package 你看到它这边有一个quantity limit quantity limit so 现在假设 假设这个balance是19 所以limit它只能卖19个 你就打在这里19个 如果你放0它是没有limit的 你要怎么卖都可以 少过那个quantity 但是如果我们有放19 ok 有放19的话 这样它这个combo 它就不能卖超过那个19 当你卖那个item package的时候 当我们放到20的时候 它就不让你去save 它会跟你讲最多是19 最多是19 ok 这个是它的整个concept 然后of course这个item package 如果你以后不要卖 你就不要inactive叫它 当你inactive的话 在那个invoice那边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combo了 还有一个方法 ok 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留意到它有这个expirate date 你看现在是空的 其实如果你有set到那个expirate date let's say这个expirate date是昨天的 其实因为我的系统是lock了 ok 它set那个expirate date 不可以少过那个今天的任期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set 但是 如果它是set 今天是最后一天卖 ok 就是它expirate 就 已经是 expire了 你看这边就已经是expire了 如果是放今天的话 今天是5号 它就是expire了 当它expire的时候 你看它基本上就不允许你 开那个save上面找到这个产品了 所以expire的用逐就是你到 几月几号那天是 那一天就已经是戒指了 所以它到了那一天 它就本身这个已经是戒指了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好像你是过年的 像你过年的话 你是卖到几月几号 这样你就可以填 填写那个配套 只能去卖到几月几号 所以它有这个setting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笔记 还有什么setting我们可以做 so quantity limit 刚才讲了 expirate date也讲了 然后purchase entry 有两种 刚才也是分享了 它可以平台一个个itom就是买 然后 然后它同不同的save买进来 或者是一个 一set一set买进来 然后一次一次买 就两种做法 然后item template item template item template 它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item template 就是当我们开的时候 你看它 我把这个提前拿掉 combo的set 这个expirate date 我先拿掉 然后我不能在 invoice上面找到 so item package 它 如果我 勾这个 add as item template 它 key进去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散散的 ok 散散这样子key进来的 它不是好像刚才 package这样子key进来 当然 它的坏处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子key的话 它是看到每个的打架 而且 它 当你要看一个report的时候 item package sales report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配套卖了多少 那个配套卖了多少 它是不会夹在这里的 它是没有夹在这里 因为它是 它只是把你做成一个tember 那个tember 把你key进去invoice 所以它不是 不当作是一个package 来卖 如果当作是一个package 来卖 你可以看到这种set 然后你看到这种set 它卖了六套 它的单号码是什么 你可以click回信息 然后你可以check ok你可以click回信息 然后你可以check so它一共卖了两个配套 so这个set 这个combo so你也可以选择进 某一些combo你要check 也是可以的 so这个sales这边 有这个item package sales report 可是thekey这边是没有的 它只是方便sales的用途 check一下它卖了多少个配套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用的report ok so item template 记住记住 如果这种是比较没有这样常用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真是要用的话 这样你就少了一个report 所以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想要这样的东西 of course它是方便 因为你是如果跑一个tember 一个tember这样子 还难给客户了 好像你卖engine 因为整个engine里面有整百个item 你要一个item 那个item list出来的那个价钱 这样你就不需要用到这种combo 可能你 因为你卖engine 你就不需要看你卖多少个item 一边才卖5set 然后5set 它的combo也不一样的 这样这种sales report的帮助不大 在这种情况 你可能用item template 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你是卖handle 卖copy set 这样我还是建议你用回那个sales report report方面 我们有好几个report 是很不错的一个report 刚才我已经讲了item package 就是report 那个我已经讲解了 所以我就skip掉 然后我就讲这个inquiry 有两个inquiry 一个是item package transaction inquiry 这个是不错的一个inquiry 很好用一下 so let's say我去这个item package transaction inquiry so在这边 我选了这个combo过后 其实它是一个movement report 我可以看到我几时买进来 我几时卖出去 我几时买进来 然后卖出去 卖出去给谁 所以它有一个好像movement report 这样子的东西 是蛮不错一下的 for checking 你要卖给了谁 你要check回之前的那个记录 这样你就用这个inquiry item package transaction 至于checkitem package 你就inquiry 它是check那个 我们手上的那个balance so还可以包装多少个package 好像这个 你看 它的每一个item的balance 它有8个 1818 可是最后一个item才19 最后一个item只能有19 可是我们只能包1818 因为用到quantity是1 所以比较digil的话 你看这个summary 这边就会算到 它的quantity需要用到是多少 我再做多一个combo给你看 这样你就看到这个分配是在哪里 so let's say我做多一个combo b 这个combo b需要也是ABC 可是这个可能我就放43 OK 33 现在这个是 我就大概是这样做一个combo so如果我用这个checkitem package的digil inquiry so selectcombo b的时候 你看它只有29 为什么有29 你这边它会有一个maximum的你看到吗 so maximum就是它拿这个来处于它的on hand 他就拿到这个maximum的那个package quantity for each item so在这边 他就拿最小的 他算了出来过后他拿最小的是29 所以这边它是建议是29set 29set还可以卖的quantity是29set so在这边 of course 你如果是整set定进来整set卖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 include那个po跟so so客户订100个headboard 然后你又从surprise panel订100个headboard 这样它就可以加买那个ppo的quantity 跟那个so的quantity加进来 这个也是一个做法 OK 这个也是一个做法 有两个做法 看你要怎么样去用这个checkitem package 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是 我已经讲解了 有关于到item package so我就剩下两个setting so这两个setting 其实先讲这个apply package text code so apply package text code 这个是在gst的时候 因为它有subitem 每个itema有它自己的textcode itemb有自己的tex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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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如果是有一些公司 它不需要这样复杂 它直接拿item package item package的textcode ok来承报那个gst 这样它才需要用到的 so这个apply package textcode 它是在这里的 就是option这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在 这边的 apply package textcode 在这个customize invoice sync就这里 ok 然后最后一个功能 是在toothoption这里 就是这个check backorder quantity initem package check backorder quantity initem package so这个是什么功能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其实这个是给那个 你看刚才我们有set的 这个是最多可以卖29套 29套 如果我们不小心出invoice的时候 出到30套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so 在这种情况 不要用template的 ok 不要用template的 我们是要最set 最set30 ok 如果我刚才有setting到 那个option了 在这边的话 我sync的时候 它会通知的 有其中一个item itemb它的quantity是不够 ok 不够来提供给 这个composet ok 它会提醒你 so以防你自己也不小心出错 ok 那个quantity给客户 so 大致上所有的setting 我都讲解完啦 有关于到item package 其实item package 它会连去别的module的 它有时候会缠着别的module 一起用 比较 比较通常会有 关系到的 就有这两个module ok serial number 跟consumer module 它会缠着一起用的 这个item package 至于这两个module 我会另外再 load 那个视频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那些视频 有关于到item package 加serial number 它是这边操作 onsumer module 加那个item package 你可以看别的视频 然后如果 你有还有什么疑问 关于item package 欢迎你联络我 ok 谢谢大家